每天五道题,英语没问题。 No.1, it's a day-to-day. Day,名词,前面需要一个形容词来修饰现地。 Sun,对应的形容词为sunny,记住哦,要双写n,再加y。 It's a sunny day today,今天是个晴天。 No.2, listen, they, watch TV. Listen是现在进行时的标志词,我们看到它就要想结构,主语放举手, 闭词跟在后,现在分词跟着走。 主语是they,那闭动词我们要用are,单数意思辅属are, watch动词变成ing形式叫watching. Listen, they are watching TV,听,他们正在看电视。 No.3, Sam, his homework yesterday. 昨天Tom没有做作业, yesterday是一般过去式的标志词, 所以我们要完成一个过去式的句子。 没有做作业, 11动词do, 要用助动词didn't来否定。 Some didn't do, 做动就像赵姚静, 赵的动词显然形。 这道题大家最容易蒙的是 两个长得差不多的词在一个句里出现了, 那这里边的didn't它是助动词, 而这里边的do是十一动词, 做作业, do once homework. No.4, we often watch TV home. 好,在家看电视, 要用at, at home. 表示地点的我们通常in加大地点, at加小地点, at home小地点要用at. No.5, what's the weather in Beijing? what's the weather like? 这是一个习惯用法。 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呢? 同时这个句大家要注意, 我们还可以问how's the weather? 然后用in加地点也是一样的。 记住哦, what you like连用how没有like。 你学会了吗? 喜欢小艾老师, 双击加个关注吧, 每天一起学英语。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